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各位爱收美的朋友大家好 欢迎再度来到爱收美问邱姨 今天我们回答一位台湾网友的问题 他叫做胖胖 胖胖住在台南 胖胖 那你提供的资料呢 你只有17岁哦 那身高158.6 体重64.8 写得非常详细 好 胖胖 那邱医师呢看到你的资料 发觉你其实很认真了 你已经在运动了 你说每天运动不容易耶 真的吗 因为基本上学生来说呢 要每天运动不太容易 大概就是只有一个礼拜一次或两次的体育课 我会建议你们就是 尽量利用体育课的时候来运动 不要就是说热完暖身操作完以后就在那边坐着聊天 就尽量去做跑步啊跳跃的运动这样子 那这样的话帮助你有机会燃烧一些热量 但是运动的话呢它的时机要用得对 体育课当然没办法就体育课的时间 可是如果你自己选择你要运动的时间呢 邱医师会建议你怎么样呢 那你最好在用餐前运动 什么意思 比如说你下了课 四五点下了课 你先去运动 运动完以后呢大概两个小时之内 你再吃你的晚餐 听懂这意思吗 你不要说先吃了晚餐 六点吃晚餐以后 晚上有时间再去运动 运动完以后你就会口渴 口渴以后甚至半夜还会有一点饿 结果糟糕忍不住了又吃东西了 那等于是把刚刚运动的那些热量补回来了 基本上我们会希望你运动以后两个小时之内 趁那个血流还往肌肉集中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有点肌肉代谢增强的效果 去吃你的晚餐 那这样的话呢 血流跑到肌肉 肌肉会抓取血液当中的葡萄糖 跟那些脂肪酸 那这样的情况呢 帮助肌肉 这个这个把它 利用肌肉来帮助降血糖跟降血脂 我的意思是这样子 那这样的话呢 你也没有多吃一餐 那因为你就是吃你的晚餐 这样的话就可以靠住运动来减肥 另外一个呢 你有喝水的习惯 不错 你说你一天有喝1200cc 那你把这个喝水的时机稍微调一下 你呢不是说渴了就喝渴了就 或者不渴就 网路上有说什么不渴要喝水 那是养生的观念 我并不反对 可是基本上如果你要减肥 你要利用喝水来帮助减肥 那就是餐前喝跟餐后 好懂吗 餐前准备300cc 咕噜咕噜喝下去 然后呢 吃你的正餐 吃完以后 然后要再300cc的水 这样的话呢 稀释消化液 让它那个热量吸收减少 这样效果会加倍哦 你试试看 哈喽各位爱寿美的朋友大家好 欢迎再度来到爱寿美问秋衣 好我们今天呢回答一位马来西亚的网友 他叫做奇艺 奇艺果 听起来像奇艺果 奇艺不过字不一样 好那奇艺呢25岁161公分 可是体重啊68 68公斤 68公斤基本上的确看起来是比较胖的 所以奇艺我觉得你应该要这个把体重控制一下 不但健康会加分 同时呢美丽也会加分 那奇艺其实有努力了啦 你说你在做这个正多燕的这个什么 小红帽减肥操 正多燕的减肥操其实邱医师有看过 他那个减肥操其实啊 兼具有氧跟无氧啦 可是哦 那个应该这么说吧 就是也会把肌肉练得壮一点 也会帮助你燃烧一些脂肪 但是呢基本上来讲呢 燃烧脂肪呢一定要超过这个二三十分钟以后才会燃烧脂肪 冒汗嘛对不对 好那奇艺呢 你的饮食部分我有看了一下 你说你吃的不多 但是你写了一个你偶尔会吃宵夜 我发觉你的饮食一定要控制 你要知道啊 我们如果说晚餐太早吃 的确你会到了睡觉前啊 晚上会很饿 有的人会饿到睡不着 忍不住就会吃宵夜 所以如果为了避免吃宵夜 我建议你啊你把你的晚餐往后挪一点 比如说你想要12点才睡嘛 那你要知道我们人的这个胃啊 大概4个小时到6个小时就空了 你就会饿了 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你尽量你的睡觉跟你的睡 晚餐跟睡觉不要隔超过六个小时 因为这样隔超过六个小时 你肯定睡觉前会肚子饿 所以假如你晚上12点睡 我建议你啊 7点的时候你就吃晚餐 不要五六点就吃 以免你晚上睡觉前太饿 这样的话你可以把两餐并成一餐 热量会适度的减少 再来你的早上吃燕麦 燕麦是好的这个食品 但是这个燕麦的热量甚至比米饭还要高 所以我建议你啊 如果是健康你就 以健康的角度来看 吃燕麦没有问题 可是如果你想减肥 我建议你燕麦不要再吃了 你就吃蛋白之类的东西 比如说早上吃个蛋 牛奶或者这个无糖豆浆 你都可以 那吃点这个新鲜的这个 比如说沙拉蔬菜这一类东西 燕麦就暂时减一减 你试试看 好那这样热量减少 再让你的持续运动 你就会成功了 哈喽各位爱寿美的朋友大家好 欢迎再度来到爱寿美问邱姨 我们今天好回答一位台北网友的问题 是一位吕迎新小姐 吕小姐你好 你身高呢169 蛮高的 那么呢体重87公斤 你只有21岁 所以基本上我认为 应该是处在这个代谢还不错的状态 而且呢你说呢 你这个这个现在呢 有这个背部比较宽阔比较壮硕的感觉 那么再来希望先把背部的肉肉剪掉 接下来呢再剪肚子啊 腿啊手臂 那可以说呢大概都全身都希望 纤细一点吧 对不对 那的确啦87公斤哇比我还还重 我那这个这个看起来就好像好快啊 所以这基本上来讲 美丽比较有点减损了啦 所以邱姨师会建议你啊 169公分的女生少说也要瘦到六字头 对吧 那如果要真的很纤细飘飘然的感觉 那当然要五字头 好那你怎么做呢 我现在看到你提供的资料是这样子 就说你很注意三餐 你三餐说什么会用少油少盐啊 对不对什么水煮蛋啊地瓜之类的 可是你这样努力结果你破功了 你知道哪里破功吗 你呢 你说你有喝含糖饮料啦 含糖饮料是什么概念你知道吗 含糖饮料对减肥是非常不利的 我真的很建议你不要喝 为什么呢 因为含糖饮料是这样子 你三餐吃的少 但是里面还是有地瓜 还是有一些主食类的 当然血糖会上升 缓慢上升 OK这个没有问题 可是三餐以外的时间 如果你有喝含糖饮料你知道吗 表示你的血糖持续的在飙高飙高飙高 那你血糖一飙高 胰岛素一定要把它维持恒定 因为你怕你得糖尿病嘛 所以一定要把它维持恒定 好维持恒定的时候 请问你这个糖分跑到哪里去 两个地方 一个就是肝脏里面合成肝糖 一个是你的脂肪细胞 合成你的油脂 那肝糖 储存热量只占全身的1% 77%都是以油脂的形式组成起来 那你每天喝这样的糖分糖分糖分 你看看啊 你的细胞得到的讯号是什么 天啊主人一天到晚叫我储存脂肪 那你这样你怎么能减肥嘛 对不对 你告诉你的身体是要堆积脂肪的讯号 所以从今天开始反向操作 怎么反向操作 从此不再喝含糖以后就喝白开水 我先建议你这么做 喝白开水就好 那白开水的话呢 再补充水分OK 以后我再教你怎么样喝水减肥 你先试试看 隔除喝含糖饮料 这是减肥的第一步 要加油